化学兵出动 靠近左营海军的社区全面消毒 群聚感染发生至今 34个足迹热点营业场所 已经恢复正常营运 但是敦牧舰队新增了一个确诊案例 根据中央流星影视围中心 在下午公布的这一例案例 已经确认是我们高雄市的 这个磐石舰上面的官兵 也就是我们军在整体群聚事件当中的 第12例 这名新增案例之前 就在拒绝疫调的24人当中 所幸舰上居住在高雄的共有300多人 已全接受疫调 并查出在拖钓场跟连池潭等 新增了5个足迹热点 而这波群聚感染也形成 医护人员的压力 高雄市府也将针对医护做全面筛检 一线的医护人员 针对这4000多位医护人员 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医护人员 自己本身也担心 对这4000多位医护人员的裁员 我们大概已经筹处完毕了 另外还有民众在网路上散布不实消息 卫生单位将搜集资料开罚 希望能稳定人心 也让疫情不再扩散 大约新闻 陈一真正的平王朝中高雄报导 不单单只是高雄地区的医护人员全面普筛 现在防疫工作多管齐下同步进行 还包括了避免爆发院内感染 今天也由专家小组召集人张上纯说明 医护人员只要出现了发烧 以及呼吸道症状 一律停止上班 安排才见